吃货许强 能把夹走的菜 都夹到自己碗里之后 特别有仪式感地 合手念了一句 我要开吃了 剑玉一眼扫到他 二话不说 抄手就把他面前的碗 端过来 冷声道 你别吃了 What 许强顿时傻眼了 要发生了什么 哦天哪 他是不是被抢了呀 是不是 许强顿时想哭 剑玉抢了一大碗菜 立刻端到自家媳妇面前 霸气地说道 媳妇 吃 行吧 他老公抢过来的 必须得吃 许念念倒也没客气 拿出筷子就开吃 剑玉和许念念 就吃这一碗菜 吃着吃着 碗里出现了 第三双筷子 剑玉挑眉看去 靳瑞阳十分淡定地看着他 表情温和 露出了让人如沐春风的微笑 我能跟你们一起吗 已经没有菜了 听听 这声音 许念念觉得 靳瑞阳 有人格分裂症 靳玉倒也没有阻止他 紧接着 又多了一双筷子 许念念抬头 许强 黑黑黑黑黑的笑着 表嫂 我也没菜了 最后一句话 说得可怜巴巴的 本来 正还是他抢到的 没想到 就这样 被他的霸王表哥 给抢走了 哎 许强想想都觉得痛啊 早知道 他就直接开吃了 如此美味 让一家人再次吃撑了 其中 以老爷子最为夸张 老人家撑到 必须站起来 才能顺气的地步 重重地打了一个宝格 老爷子才道 不错 好吃啊 不愧是我靳家人 许强反驳道 不对 老爷 这是我们许家人 嘿 你个臭小子 老爷子提着拐棍 就要打人 吓得许强 缩了缩脖子 赶紧说道 老爷 我错了 靳玉也瞪了他一眼 这话说的 他的媳妇 当然是他靳家人了 一家人就这样 在这欢乐的气氛中 打打闹闹 有说有笑 许念念觉得 靳玉的家人 好像都还好相处 没有那么多幺蛾子 靳玉揽着自家媳妇回了房 靳狗子 好不容易 能抱到自家媳妇 必须得好好地疼一番 关门 上锁 动作一气呵成 简直 前所未有的速度啊 第二天 许念念起床 吴兰 吴兰和靳南希等人还在 下楼时 收到了来自于自家婆婆和小姑 意味深长的关心 丫头啊 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吴兰称怪的道 靳玉那臭小子 也太不懂得疼人了 靳南希更直接 就是就是 昨晚我们都听到了 听到 听到什么了 许念念瞬间红了脸 天哪 靳玉那个混蛋 都怪她 要不是她犯魂 哪里会被叶琴等人听到 吴兰可心疼自家儿媳妇了 笑眯眯地走过去 拉着她的手说 来 我和你小姑啊 给你煲了汤 快尝尝 许念念红着脸 被吴兰拉到餐桌旁 被两个心疼她的长辈盯着 许念念不得不硬着头皮 把汤喝了 靳南希捂着嘴笑 照这程度啊 大嫂 我看你很快就能抱孙子了 噗 许念念刚喝了一口汤 立刻喷出来 程度 什么程度啊 什么叫照这程度 还能说得更加明显一点不 许念念脸蛋爆红 神啊 谁来救救她呀 为什么这两个长辈思想那么开放 居然能当着小辈的面调侃这种事 监狱那个罪魁祸首还不在 许念念简直要崩溃了 好在这种尴尬没持续太久 吴兰把话题绕开了 吃完早餐 许念念立刻找借口出了进家 好不容易逃出来 许念念狠狠地松了口气 哟 还好还好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